今儿咱们要说的是北京城小姑娘求姻员最灵的地儿 哪儿啊 西寺啊 在西寺啊 有一座广祭寺 这广祭寺啊 是小姑娘烧香磕头 专门求姻员的地儿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啊 我要跟您聊一个北京城这妙小啊 它神力大的故事 咱们头聊这个古迹 说这个故事之前呢 我先卖个关子 我先问问您 您知道在北京 要是想求姻缘 哪儿最灵吗 哎 您要是不知道啊 学徒我啊 今儿就告诉您 我跟您说啊 您要是个小小子啊 那我就推荐您 去这后海的火神庙 那儿啊 是一座不大的小庙 可您一去看了 您就知道了 那儿可是一座呀 真正的皇家赤剑庙宇 这会儿小伙子该着急了吧 该问我了 到底是在哪儿求姻缘 您别急 我漫漫的说给您听 在这二道院里啊 有一座胡仙殿 据说呀 这胡仙殿里 供着的胡仙姐姐呀 那是一求百应啊 只要您求姻缘 那是必然得到结果 您别瞧 我说这么热闹啊 我可是没求过 今儿咱们要说的 是北京城小姑娘求姻缘 最灵的地儿 哪儿啊 西寺啊 在西寺啊 有一座广济寺 这广济寺啊 是小姑娘烧香磕头 专门求姻缘的地儿 据说这广济寺的菩萨娘娘啊 她心最善 而且她也能变中间呀 只要是好姑娘在这儿求姻缘呢 那准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出门就是宏丸行动 得 今儿啊 您就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一起到这广济寺啊 咱们逛逛去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啊 人说呀 这出门旅游啊 得奔那个4A 5A那景区瞧瞧去 可是我跟您说啊 这广济寺啊 它既不是4A 也不是5A 但是呢 它在北京城来说呀 它是一座古迹 是一座真庙 怎么说它是一座真庙呢 这北京的几大著名的庙宇寺庙啊 您像什么这雍和宫啊 这白塔寺啊 城外的谭浙寺 云居寺啊 有没有和尚 咱们不知道啊 这雍和宫肯定是有和尚 但是啊 它都是收费的 只有这个广济寺啊 您来这儿烧香礼佛 这儿是一分钱都不要 不过啊 您得出示健康码 这寺庙啊 它一没有铜臭味啊 那自然就显得灵 您说对不对啊 而且啊 这儿的香啊 是免费发放给香客 免费灵 不收您一分钱 您到庙寺一来啊 一看您就知道 在这儿挂单的居士啊 那在北京嗨了去了 经常能看到有信徒啊 在这院落的安静鸡脚处啊 在那儿默默的永诵佛经 您别瞧这广济寺啊 它庙小 它可是文明侠尔的北京八叉之一 它坐落在北京西城区 富城门内大街 占地啊 2.3公顷 始建于宋代的末年 最早的时候啊 这儿叫西流村寺 明代天启初年的时候啊 重建 成化二年 现宗皇帝夏旨 给这寺名改叫 洪祠广祭寺 在1931年的时候 这整座寺面啊 它遭到了火患 1935年的时候 就重建起来了 您别看这里的庙宇啊 它是三五年重建的 可是啊 它仍然按照明代的布局格式 一共分三路 并且呢 这里边的珍贵的老佛像 也是不少 比如说这明代的三世佛 还有这十八罗汉像 再有呢 就是乾隆时建的汉白玉戒台 乾隆年间的青铜宝顶 这些呀 可都是在别的庙宇 难得一见的珍宝文物 不但如此啊 它为什么说这是庙小神力大呢 这中国佛教协会 也就是中国佛学界最高的研究机构 就设在这里 在这出入的 平时自到您看见一能穿袈裟的 那得了 全是大德高僧啊 并且这广基寺在佛经收藏方面 那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 那名声啊 那早就在外了 这里呀 专门设有图书室和阅览室 有二十三种文字十万多册的佛经 据说呀是向公众开放免费借阅 怎么个借阅手续啊 我不知道 因为这学徒我呀 他天生木纳 佛经啊 我还真读不懂 再者呢 这座寺院啊 是对信众提供斋饭的 如果您要来的巧 正好赶上这儿啊 放斋 您可以排队等上一份 据说呀 使用了庙里的斋饭啊 就能得到这庙里的功德 今儿啊 我虽然没在这儿蹭饭 可是啊 我瞟了一眼 哎 今儿火食还真是不错 光这主食啊 我就看见有米饭 馒头 还有钢炉烧饼 那怎么就北京著名的八叉之一 广济寺 他小姑娘 求姻缘他就零呢 其实啊 这传说啊 听着他挺揪心的 在宋朝末年的时候 在这附近呢 有一位寡妇妈 拉扯一位小姑娘啊 就这娘俩过日子 这一日长两日短的呢 这小姑娘就长起来了 哎呦 这姑娘出落的 真跟水村一样啊 整个北京城 没得挑没得比 论漂亮贤惠乖巧啊 那真称得上 是独一份了 怎奈这娘俩过日子呀 就这么聪明贤惠 漂亮俊的一位小姑娘啊 竟然没人登门给说婆家 怎么回事呢 因为啊 大家都知道 小姑娘啊 得照顾这老太太 这无形中的老娘啊 就成了这小姑娘的拖累了 这老娘呢 看在眼里 她急在心里啊 就在这广集寺门口 那会儿啊 还不叫广集寺 这儿啊 叫西流村寺 在这西流村寺门口的 大柳树上啊 拴了一根绳子 她晚上啊 伤掉了 这小姑娘得着信之后啊 这通哭啊 就来到这寺庙里边 在这老菩萨面前啊 就常跪不起 跟这菩萨许习训愿啊 说是啊 宁愿拿自个儿的寿术 还自个儿妈妈的命 那这儿的菩萨呀 那惹定是有灵性的呀 这菩萨一听啊 就琢磨了 心想啊 嗯 我看行 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啊 不能让她损了寿术 还得让她妈妈活龙 我还得给她找个好婆去 于是啊 这菩萨娘娘就施大法 哎 你别说 这老娘啊 还真活过来了 并且啊 没过多久 这姑娘啊 也说上了一门好亲事 哎 打这儿起啊 这西流孙寺 能给这姑娘啊 保佑好姻缘的 这事啊 可就传开了 直到今天 我前两天去的时候啊 还看到很多小姑娘 挨那儿默默的祷告烧香呢 我估计啊 在那儿祈福父母身体健康 那是一方面 求菩萨给自己 保佑一门好亲事啊 那肯定也是在祈祷的范围之内啊 好亲 这么神仙的一个地儿 得机会 您不过来瞧瞧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今儿咱这广基寺的故事啊 咱们就聊到这儿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天不早了 今儿咱就到这儿 回见了您呢 最后看 恭喜